今天來講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琉球跟台灣的位置 其實都在中國大陸以東 日本以南 菲律賓以北 所以過去台灣常被誤認為是琉球 也曾經被稱為小琉球 明明台灣的面積比琉球大很多 那怎麼會被誤以為是琉球呢 而且還被稱為小琉球 其實台灣會被稱為小琉球 主要是琉球早就有獨立的王國了 更早踏上了世界的舞台 琉球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相當久 最晚在13世紀的時候 已經有王國的存在了 琉球後來進入到三王國時代 在明朝時需要去逃供 所以明朝因為熟悉琉球 就用小琉球來稱呼 當時不太熟悉的台灣 有時候也會用大灣 大圓 或是台園來稱呼 直至明朝萬曆年間 海寇岩師期具有其地 鄭之隆附之 史稱台灣 真正開始治理全台的國家 是西元1624年來的荷蘭 西元1662年 正成功把荷蘭人趕走 台灣才正式進入了中國的版圖 至此真正認識台灣 先前的史書提到疑州 琉球或是小琉球 往往很難推論就是台灣 所以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這個說法 也許只能從明末開始算而已